东京奥运会马上就开幕了 比赛的装备也陆续开始发放 这里面都会有些什么好东西呢 别走开 与你分享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以后有梦想的跳水动员 今天特别的开心啊 因为收到了我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装备 所以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眼前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装备 我也是今天上午刚刚收到的 然后也是想第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开箱看看里面呢都有什么东西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大家跟我一起来揭晓吧 自带配音 哇塞 这是一个行李箱 目测的话呢应该是29 30寸 对吧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设计啊 前面上半部分是可以透明的 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 然后下面是个渐变色 下面是纯色的 然后前面有一个奥运的一个logo 然后这是个品牌 这还有个前面还有个扶手 看一下 哇挺重的 看起来挺结实的啊 然后把这个箱子挪到床上吧 地方大一些也比较好展示 现在箱子已经打开了啊 里面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现在目测的话里面有鞋 然后有一些贴纸 然后看这里面的话有一套西装 然后那里是毛巾 我们再一样一样拆开看一下 从尽端开始 这是一个包 这种便捷的包 上面有一个logo 充电宝 充电宝 然后 这是 这是 这是口罩 可以重复洗的 然后使用的 有些贴纸 数字的贴纸 贴纸 贴纸 擦擦里面看看 打开之后呢 看到这里有一个专门是 缝衣的包 大家看到给了不少这个一次性的口罩 这是酒精维球 免洗洗手液 还有使劲 因为这次冬季奥运会呢 要求我们在奥运村里面 所有运动员必须得佩戴这个口罩 所以配发装备的时候呢 也发了不少一次性的口罩 还有前面看到的 可以重复使用的口罩 那咱们收起来再接着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袋子没有装了什么 有耳罩 耳塞 防扇 这些东西 我们感觉像飞机上用的 还有什么旅行套装 这我也是第一次发啊 就以前也比过中国新运动会 但是呢 好像不是衣服啊 然后鞋 袜子啊 箱子这些东西比较多 这个东西也是第一次收到 看来雇的也是比较细致啊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袋子 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直接把这里面的东西往外一倒 这个袋子也不错啊 可以装一些东西 这个都是水 哦 这是袋子 短袋 哎我的妈呀 真的酷 平脚裤 这有点意思啊 这什么睡衣吗 这人睡衣 哇塞 这我也是第一次收到啊 那奥运会是不一样 发的东西都特别一点 我先把它放起来了 来看看下面这两双鞋 一个写的 Low 低帮 高帮 看这一双鞋 这是个低帮款 看着好像还不错的要有 有个2020的一个款式 这个如果要把它改成2021的话 工程量有点大 这应该是可以穿正装时候 就是用的吧 我觉得这款鞋我还不错 我比较喜欢这个款式 再看一下这个高帮的款式 高帮款 这个风格好像不是我的style 不是我的菜 有人喜欢这一个这种款式吗 高帮的鞋 我觉得设计的一般般 没有矮帮的那个低帮的好看 也是同样的这个东京的一个字样 然后一个local 这个还可以撕下来 这个低帮的鞋好看一些 高帮的鞋的话一般般 不知道谁喜欢的 可以打在公平上 那这西装呢 就拿起来介绍的 有人知道这个牌子吗 我不太懂啊 因为我穿的运动服比较多 所以的话这个不知道是他专门定制给我们的品牌呢 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一个知名的品牌 然后这上面有我的名字 但是在早之前吧 所有去预选 就是可能要去参加的人的话 都有去专门去量过这个体型 来专门去做 但最后的话 做出来的话 是要等你真正入选的时候才会有 这样看 这里面有一样东西 我们一样一样来介绍 首先是这个小袋子 小袋子不知道放什么 看一看 先把这个搭在这里 袋子里面 是穿西装的一个皮带 然后领带 但这个领带呢 它不是那种伊拉德的 是那种要自己打的 这就有点没难了 因为像我的话就是 穿运动服比较多 你让我自己打领带的话 这个还是需要专门去学一学的 先把它放一边 再看一下其他的东西 四件东西啊 这种 这是西裤 然后 这是Polo衫 这应该是 进场的时候 就是开幕式闭幕式的时候 可以穿 一样搭配 再往下看 这是一个衬衫 一个短袖的衬衫 因为现在 东京那边的话是夏天嘛 估计也挺热的 然后这个是 一个西装的外套 这四件 好吧 床上放这些呢 就是今天所领到的装备 有衣服 鞋子 箱子 毛巾 还有一些疫情用的东西 然后还有内衣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呢 只是一部分 那还有一些领奖服啊 运动的短衣短裤啊 都已经提前的给我们拿到了 日本那边 那也省得我们去拿着不多东西 好吧 那今天的开箱视频呢 就录到这里 那介绍都那么久 不知道家人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 欢迎到旅人区告诉我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小胖 一个有梦想的跳水动员 想知道更多东京奥运会的趣事 关注我 为你带来更多的分享 那咱们下期再见